Hello 大家好 我是Kennis 近期也多了很多人討論關於寵物移民的問題 今次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帶我的貓貓移居德國的經驗 德國是歐盟成員國之一 它對寵物入境的要求 和大部分的歐盟成員國家都是一樣的 如果你現在正在計劃 或者即將帶你的貓貓移居德國 或者其他歐盟成員國的話 都可以參考一下我分享的資訊 希望可以幫到你們啦 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主角 它叫Gus 它是一隻男性的街貓 它上飛機的時候大概是十個月大 今次我帶我的貓貓移居德國 大概用了兩至三個月的時間去準備 我為大家整合了八個重點 希望可以幫到你們 入境歐盟國家的貓貓必須要打狂犬病疫苗 而三個月大以下的貓貓 是未適合打狂犬病疫苗 所以變相入境歐盟國家的貓貓 必須要在三個月大以上 另外第一至第四代的孟加拉貓 第一至第四代的熱帶草原貓 是被限制入境的 另外很多航空公司的民航客機 對於短頭奴品中的貓貓 都有相機限制的 因為它們天生呼吸度比較短 很容易在運輸途中 因為壓力或高溫問題 而引發呼吸困難 甚至其他健康問題 而引致死亡 以下有個列列給大家參考一下 短頭奴品中的貓貓 如果作為主人的 你也覺得貓貓其實身體健康 應該適合上飛機的 我建議你會找獸醫做身體檢查 去評估一下它的心肺功能 甚至坊間現在有一些獸醫或寵物移民顧問 它們有一個高壓倉的設備 可以讓貓貓去體驗一下 上飛機的空氣壓力等等的環境 去再由專業的獸醫評估一下 它們適不適合上飛機的 根據香港漁龍署的網站 除了憑禮物種之外 香港對寵物出口是沒有限制的 講到過境要求 因為據我所知 經台灣、新加坡、亞聯遊轉機 需要申請一張特別的過境批文 所以為了避免一些額外的文件需求 甚至在轉機途中出現任何問題 或者在第三方國家出現的額外檢疫問題 我都非常建議大家買直行機票 去德國或者到你的歐盟目的地 歐盟目前的法規 每個人最多可以帶五隻寵物入境 包括狗、貓和白入 而販賣為目的寵物是禁止入境的 但其實大多數航空公司 都有規定每名旅客可以帶寵物的數量 例如漢山航空公司 只可以帶兩隻 德國和大部分歐盟地區 對貓貓的入境要求有以下三點 第一就是要私打ISO-11784 或者11785的15碼晶片 第二就是例行的疫苗 參考外戶動物協會的網站 其實貓貓要打的疫苗就是FVRCP 而另一支疫苗的要求就是狂犬病疫苗 其實在香港貓貓是不常打 以及不是硬性規定一定要打的 這就是入境歐盟必須要打狂犬病疫苗 以上的三個要求 我會建議大家 在到達目的地之前的30天和一年之內進行 確保疫苗和貓貓體內的抗體仍然有效 寵物航空運輸 寵物航空運輸 主要是分了以下三種 第一種就是客艙形式 即是以手提行李的方式 帶你貓貓上客艙 通常放在客艙的寵物 連他的容器都不能超過8公斤 適合體型比較小的貓貓 第二種形式就是客運動物行溫倉 即是用寄倉行李的形式 將寵物放在動物行溫倉裡面運輸 這也是我自己選擇的方法 就以一個超額行李的收費方式 當貓貓是一件寄倉行李 送上飛機 第三種就是客運形式民航機行溫倉 因為某些國家 例如英國和澳洲 寵物必須以貨運的形式進口 但他們都是放在民航機的行溫倉裡面 剛才也提過 大多數航空公司都有規定 每名乘客可以攜帶寵物的數量 而每一班航班寵物行溫倉 可以容納的寵物數量 都是有限的 所以主人在訂購自己的機票的時候 請你事先親自打到航空公司 問清楚當日寵物行溫倉 還有沒有位置可以容納你的貓貓 你才預訂自己的機票 當你預訂好自己的機票之後 都應該即時再打到航空公司 跟他們確認你有多少隻貓貓 跟你一起上機 用什麼方式上機 而且最好就是叫他們 送回Black and White的 confirmation給你 確保預留了位置給你的貓貓 我剛才也有提過 今次我帶一隻貓貓去德國 就是用了寄倉行李的模式 所以我們也買了一個IATA規格的飛機籠 帶她上飛機 IATA即是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他們其實有出一個指引 飛機籠的物料 尺寸等等的要求 這個網站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飛機籠必須附有堅固的透氣金屬網 讓空氣流通 也要有掛水瓶和食物托盤的位置 也可以確保貓貓在飛行途中 有食物和食水的補充 飛機籠也必須有一個活動所 確保在飛行途中貓貓不會不小心走出來 請謹記 航空公司是不會提供任何飛機籠 另外一個籠只可以裝一隻寵物 當你機票又買好 貓貓機位又確定好 飛機籠又預備買 疫苗晶片都打好的時候 只要關心的就是健康證明書 而拿這個寵物健康證明書的時間點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以歐盟的規定而言 這份寵物健康證明書的有後日期是10天 你只需要帶來媽媽去註冊獸醫 做一個簡單的檢查 由獸醫簽發一份歐盟認可的健康證明書 可以在這個網站找到 當獸醫簽好之後 主人可以帶這份表格 加上貓貓的針卡和晶片紀錄 去長山環政府合處五樓的魚龍署 加簽報道加簽 隨時就是一個工作天 加簽好之後 這份文件就完成 是入境德國的正式文件 除了剛才所說的健康證明書之外 貓貓本身性格比較小 我會建議主人可以幾個月或半年前 之前已經買定一個適合的飛機籠 可以放在家裡 讓貓貓可以熟習一下飛機籠 另外 剛才說到飛機籠要有掛水瓶和食物托盤的位置 我相信很多貓貓在家裡都習慣用水兜 或者流動飲水機去飲水 但是你戴上飛機的水瓶 其實就不可以是這樣的一個水兜 所以幻想到飛機是抵抗 還有有壓力的時候 其實水是會飛到周圍 所以其實需要一個滾珠式的飲水器 而我相信很多貓貓其實未必會用 所以我自己的經驗 我是上機前一個月已經買了這個滾珠式飲水器 甚至親身去教他怎樣去用這個水瓶飲水 另外在飛機籠裡面 我會放他自己最喜歡的毛巾 最喜歡的玩具 甚至放了一件我的衣服 希望在他飛行途中可以聞到他熟悉的味道 減低他的驚恐和壓力 最後一個相機前準備 我會建議大家在飛機之前的4-5天 再一次親身打到航空公司 跟他們確認一次預留給貓貓的位置 還有可以跟他們說 你的飛機籠大概有幾大 尺寸、重量 讓他們可以好些安排 最好一點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去到德國之後 基本上我的貓貓就是因為是寄倉行李 你會在自己的行李帶旁邊 會有一個超級櫈的營領區 在那裡就會找回自己的貓貓 你下飛機之後 就要去找回海關人員 在相關的文件上 即是寵物健康證明書上 吸引印 貓貓其實下飛機之後 是不需要隔離的 他就可以馬上回家開展他的新生活 第三日 我們需要先拿著的 看你的模式 看看這模式 一會兒 這已經是半克的 全て 甚麼 What the hell